为了推广台湾民俗文化教育 乔委会特别临派华裔青少年文化教师 郑凯宁、红丽婷 前往盛河西天乐语文学校 教授舞蹈、扯铃、陀螺 以及自作手工艺品等技艺 透过一年一度的青少年儿童夏令营 海外华裔子弟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华文化 也大大增进学习中文的兴趣 在畅快的流行歌曲中 孩子们跟着中文歌词、手舞、足道 透过旋律和活泼的肢体动作 进而记忆与强化中文的运用 这是由乔委会致力推广的青少年儿童夏令营 今年两位青少年文化教师 郑凯宁以及红丽婷 专程来到天乐语文学校授课 克全也在乔委会与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协助与赞助下圆满落幕 柏林甘学区委员伯克郎 特别感谢天乐语文学校 主办多元丰富的儿童夏令营 不仅将中华民俗技艺传承下去 也让其他族裔的小朋友 有了解及学习民俗技艺的机会 很感谢乔委会 这一次派出来了老师来支援我们中半岛地区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偏远 但是呢我们小朋友的家长 爱中国的文化 绝对不属于任何一个族裔 谢谢 谢谢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谢谢周金山华侨文教中心 谢谢我们的国家台湾 资源我们在海外从事中文教育 给我们不断地加油鼓励 学业成果转上 小朋友展示这段时间 所学习到的各式各样的民俗技艺 从欢庆传统节日的元宵日 到威武不屈的起舞 再再展现华人特有的自信和丰采 接着还有高难度的跳绳与扯铃 孩子对于民俗体育的兴趣与热忱 让这次前往授课的文化教师 十分感动 我负责教导他们的呢 就是所谓民俗体育 我们上课以扯铃为主 还有跳绳提线等等 那其中小朋友们 最喜欢的就是扯铃的 他们上课中下课后 以及放学后 都不断地练习练习再练习 那他们为的就是学得 一招又一招新的扯铃知识 那像是金蚕脱壳 放棍子 吃书结网等 以及抛铃 每一次的成功 都让他们觉得成长 觉得自己受到了肯定 那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很认真的学习 专选前来加油打气的 金山湾区乔教中心主任吴玉华 除了感谢两位老师 把中华文化台湾精神 完整带来到湾区 传授给孩子们 更希望乔教在海外发展 蓬勃兴盛 这天到场的家长们 看到孩子在成果展上的表现 也感到予有荣烟 我两个小孩在这里出生 家里说广东话 他们能够在这个 鼠籍班里面 可以学习到中国文化 也可以加强他们 对学中文的兴趣 所以他们两年都有参加 这个活动 我很感谢陈老师 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 在这里学习在美国出生 展大 可以学习到中国文化 活动除了动态的展演 还有静态的手工艺 成果展 包括书法 剪纸 以及绘画等 多彩多姿的成品 展现出孩子们 无限的创意 大家并透过幻灯片 欣赏一周来的学习过程 接着播放台湾风情影片 希望让海外的孩子们 进一步认识宝岛的好山好水 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台湾 体验乡土民情与风俗文化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盛河西采访报导